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季的《好味道》 如果大家喜歡煮食的話,不妨按訂閱鍵 我們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都會有新片上載到YouTube 今集我會教大家做美式沖爆牛肉 我們先介紹一些材料 有牛扒、蒜頭、薑、蔥和辣椒 調味料方面有麻油、蠔油、生抽、老抽、米酒、牛清湯、糖和鹽 片尾部分會有食材的份量 大家也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食譜 根據自己的需要作出調整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做法 將牛扒的根和脂肪切走 再將牛扒切片 再加入清水 和梳打粉拌勻,浸30分鐘 將蔥洗乾淨,然後切成段 將辣椒去紙,然後切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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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裝著蠔油的碗裡面加入牛清湯 鹽,糖,米酒,麻油,生抽,老抽 將材料拌勻 將蒜頭和薑去皮,然後磨成泥 加到汁裡面備用 將牛肉拿乾水分 再加入粟粉、鹽和黑胡椒粉拌勻 將牛肉放入滾油裡面,煮10秒 然後拿乾油分 用大火起鍋,加入適量的油 放入辣椒絲炒香 再加入牛肉拌勻 然後加入預先準備好的醬汁拌勻 加入一茶匙的麻油拌勻 再加入蔥段拌勻 最後加入一茶匙的麻油拌勻 就完成,可以上碟了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意見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知道有朋友喜歡的菜式的話 就記得幫我們分享出去 你的支持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再講一講材料的份量 大家可以暫停了屏幕 或者按下面的連結 去到我們的網站 這個QR Code也可以去到的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一個Like 有什麼問題就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個訂閱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主供應 幸福 策指教